剛剛見到一個朋友 他是教Argentinian Tango 他亦抒發很厲害 寫了有對聯 龍馬精神身體健康 我叫他寫一些關於香港可以重光的東西 但他說現在不能寫 不要緊的 龍馬精神身體健康 我想你紅橙黃綠青藍主都剛剛聽這句話 今天其實都想在這裏講一下 Donald Trump的Fairway Speech 首先 我們講不到拜登的Inauguration Ceremony 那個就還差一點時間 其實我昨天開始看 Millennial Trump 特朗普總統夫人 講的Fairway Speech 他說一生人之中 做第一夫人是他一生最大的榮幸 也有講過他 我想美國人要很了解Donald Trump 有那一句就講那一句 就不會有很多政治計算 我今天來做這個節目之前 就看了Trump那十幾分鐘的Fairway Speech 在周邊的網上評論 都對他十分空狠說他自己 Break about自己過去四年的政績是怎樣 我們作為一個外國外人 國外人當然我們想到的東西 大家知道是香港的價值 過去由雨傘運動到現在來講 我想我們的Frustration 跟美國本土的人不同 我們的Frustration就是 因為一國兩制是沒有了 現在的政權是不尊重鄧小平 當時的偉大構思的莊園承諾是沒有了 跟著現在那班港共 中共的人還在講很多廢話 就是說一國兩制還是intact 根本已經沒有了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 過去四年就講到 中共本身的滲透 他還未做總統之前 其實我們都知道這件事 不用Donald Trump講 你看到香港的人權狀況 這些是大家見到的 79歲的John Clancy 說55個拘捕的55人之一 他跟Joe Biden是差不多年紀 拜登好像是78至79 我反而覺得Trump 一個比拜登年輕四年多的人 過去四年的政績是 他對內美國的經濟是 unprecedentedly是好了 就業是好了 stock market是去到歷史新高 這些你不可以抵禮 even include 2020年的pandemic 2月中去到三年尾的時候 道瓊斯指數有29500點 很急速地帶下去然後反彈 你可以說 這是美國的Fat Reserve 用一個無量QE去弄出來 你可以這樣說 但Presidency來講 你看過去四年的政績 是很多個壞 沒錯我現在在說 我覺得Trump四年裏做得很多 過之前奧巴馬做的事 因為奧巴馬說話很厲害 寫東西很厲害 我未有空去看他本新書 但是Point是Trump真是做到事 你在墨西哥的邊境那裏 你說怎樣也好 喜不喜歡起那個圍場 你無可能也說 很多I.I.在美國 又可以變成美國人 和拜登在幾個小時之後 做Inauguration 他會將Trump原有的十項八項的 policy 他會將它反轉 下一次在香港望神州 我們先講拜登的新紀元 但我們不可以disregard Donald Trump這四年的事 我發覺在海外來講 特別香港或台灣 他們看外交政策更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說 你還在講鄧小平死了幾十年 但我們這一代香港人 為何回流回來信這件事 原來拿走那麼容易 等如你說黨安法出來之後 是可以這麼無法無天 他不需要任何理由去搞你家 你看到五十五個人之中 加上黎智英、黃之鋒、周庭、Ivan Lam 那些是有名的、出名的人 那沒名的呢 或者是一些我認識的共產黨員 半生熟之交 他們更加害怕 他們害怕什麼呢 就是根本來講 現在在做一個 那個political project 政治清算不僅是民主的人 是將那個 他們本來打算來香港 可以有個兩制去 和內地不同的人已經沒有了 那第一批走的是什麼人呢 第一批走的是 那些了解共產黨更加清楚的人 就是離開香港 不是說那些黃絲 是爭取民主的人 那些人 那你見到 要講回特朗普 特朗普的administration 特朗普做了國務卿之後 更加你給大家看到 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真正的一面 是可以這樣 即是可以講那些東西是不算數的 沒錯 那個legacy現在剩下幾個小時 你講那個swearing 就是政權叫現在 就是20號的中午 noon time OK 特朗普會在20號 美國東岸時間 相信8點就拜拜 我聽說他就會去 Nara Lago 去佛羅里達州 即是他第一個step 跟著的東西就是 民主黨也都會用盡方法 令到他永不超生 在全世界見到的1月6日的rate 你想想 是萬多人去過Washington DC 有一部分暴力的人 入了國會山莊 如果你比起香港 二百萬人出來的遊行 他只有那萬多人 其實開車進去華盛頓的示威 不是很厲害的場面 我們香港見過那些大場面 不過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佔多 那What happened at Capitol Hill 你就見到有一班人覺得選舉是舞弊 是發生了這件事 而他所謂的establishment 是不讓他去連任 你說社交媒體也好 或是主流傳媒 這是全世界見到的噁心真相 如果你看真些 但如果你說普通市民 你只看CCTVB那些 他就會覺得國會山莊 嘩很多暴力 因為我們無想心一層 那樣東西 我不是好看陰謀論翻盤那些 我知到很難 因為這班technology titan under新administration 他將會更希望在大陸做多生意 我認為頭這半年會見真章 甚麼意思呢 對香港現在的政治犯 拜登administration會做些甚麼 頭這半年會看到見真章 因為他的國務卿不是第一次做 他那個以前是副國務卿 那些人是家輕就熟 拜登有一個好處就是 那些救勢力其實是他再炒分在一起 你說Bernie Sanders做政策 那些落選的人都有一官半職 不是甚麼新鮮的東西 除了你說Kamala Harris副總統 接下來十多個小時都不夠 之後的副總統 可能那個就會比較難看 因為他是做個prosecutor 等如你說我去DOJ 鄭若驊現在做副總統 那麽樣是 It's not proven 那麽拜登 那個將會做的事 特別是對香港或者對台灣的政策 我想我們要看未來那半年 他不是不認識香港那班業樓 或者現在那班官員 那麽拜登也不是不認識陳方安生 或者李柱銘 就是pro-democracy camp 那些全部認識了 那看他怎麽去再去intervene 或者將那個所謂的 world order去怎麽再搞 因為始終美國是一個好有實力 當然中共覺得它是一哥了已經 那麽搞法香港是很大件事 你說自己是一哥 跟著說從來不會侵佔別人的領土 那麽我現在會看到拜登 就是他之前他還在競選的時候的承諾 他說他做了總統者 他會見達賴喇嘛專者 我看他是否真的做 那第二在香港的問題他會怎麽取代 第三樣東西就是台灣 那全世界人他就說對中共究竟他那個policy是怎麽 是否又是好似特朗普四年前一摸底 特朗普有一件事就是他一箱人說話 New Yorker特別是你講第一句話 你take it at the service level I am the best friend with習近平 他這麽說的之前 那看下拜登怎麽說 但今天我還是想說Donald Trump的legacy 大家他留下來的東西 是遠遠給很多總統有個之而無不及 這四年特別是在外交政策上 他做的事是很多人只說 但他真是做到 看看大家怎麽看下去 我只可以說多謝Donald Trump 我又不是美國人 但在世界上歷史可以給他一個公道